什么 即刻修造鹅旁公 秦始皇一同六国后化身 建筑狂魔 大兴土木 长公子扶苏屡次上见 劳逸害民 民生极苦 秦始皇于是微服四访 没想到走进了赵高自导自演的天场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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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服过劳逸嘛 哎呀 一年三十天早出国了 剩下就是好日子了 服劳逸辛苦嘛 苦 什么不苦啊 种田不苦 打仗不苦 多少兄弟为大秦把命都丢了 苦点算什么呀 小孩子净撒谎 回家就把服务一顿掉 然后即刻下令开宫 鳄旁公 但领导一张嘴下属跑断腿 首先犯男的就是干实活的丞相李斯 朝大人 修黎山皇陵修迟道 已经把全国的公义民服都用尽了 现在又要修鳄旁公 而且是三百里的鳄旁公 需要多少银两 多少人力 我这个相邦 我是难为五米之炊呀 赵高可不管你这些直接摆烂 反正我就是个传话的 你爱敢不敢 说话间 秦始皇不知不觉的走了进来 双方的谈话 他也听了清楚 他安慰李斯说 咱们的算法不一样 你算民服公义 只算了六国旧地 没有算到六国之外去 六国之外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秦始皇 神奇的闹回路 话说数日前 赵高为秦始皇找来了 徐福卢生两个方式 他们向秦始皇介绍了海外仙山 让秦始皇知道了大陆以外的世界 上周以来 所谓天下不过是中原骑鲁 京畜江南 争来斗去不过是天下一余 现在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要把眼界放到九州以外了 东海之外还有没有土地 所谓仙山穷阁 也许住的就是化外之民 再加上南方的百岳 北方的匈奴 只要我们把这些地方都打下来 那人民不就又增加了吗 民服公义不就又变多了吗 扶足听后人都傻了 什么大兴土木还不够 还要四处征战 于是赶紧劝足糊涂老爹 北方寒苦 匈奴狡猾 南方燕仗 百岳刁满 现在打这些地方性价比太低 地库都要赔进去 朕与相邦议论朝政 没你说的话 李斯 你以为如何 陛下红图一斩 微臣心中种种忧虑 早已迎刃而解了 李斯能坐上大秦帝国的丞相位置 光兵才能是不够的 还得学会变脸 秦始皇很开心 随即又说了一个让众人惊掉大牙的事 连赵高都始料未及 陛下要去哪里 朕要南下 朕要东游 咱们出寒地 下魏地 过赵地 一直到东海边 这会儿在秦始皇嘴里是观光旅游 很简单一事 可向下一层一层传到百姓耳中 就成了这样 大家都听着 皇帝要东巡 所有十五岁以上 五十岁以下南京 家父劳役二十天 敢休迟到 秦皇东巡的队伍浩荡荡出发 沿途消息很快传遍四海 骑地 泰山脚下 张良正骑马考察地理环境 他对旁人说 看 那就是泰山 自古帝王没有不上泰山风扇 更何况 大秦的始皇帝 好大喜功 自许寿命于天 那人沉默不语 暗自思考起来 他知道了张良的意思 一向惊天计划 开始酝酿 秦皇东巡 这日来到三川区杨武县 一时飞沙走失 风烟弥漫 长公子扶苏 定着风沙询问 蒙天将军 这地方叫什么 波浪沙 什么 波浪沙 天降飞锤 一锤就将秦皇座驾 砸了个稀巴烂 连拉车的马儿 都被力道震趴 众人大惊 抓刺客 控制飞锤的刺客 终于在风沙中露出面容 恐武而沧桑 武士们一拥而上 刺客飞身上马 手里的流行锤 肆意挥舞 所过之处 人仰马翻 天昏地案 蒙天上前交战 根本进不了身 辗转腾挪 躲过几次重锤 可身旁的小朋友 就倒霉了 被锤的 没头 没尾 刺客也不再恋战 趁着混乱和风沙 顿孽而去 蒙天带兵坠赶 扶苏 李斯 赵高等人 就跪在被砸烂的 行轮前 痛哭 陛下 陛下 刺客拿到了吗 陛下 秦始皇没有死 他在另一座车上 众人又惊又喜 感叹上天护佑 事后 秦始皇召集众人看会 他饶有兴致地 拷问众人 刺客今天物重覆车 那是他运气不好 如果刺客今天运气好 你们又该如何 先问儿子扶苏 如果我死了 你将怎样接过 我的千求大义 这题目也太大了 扶苏人都傻了 不知道如何回答 秦始皇又把目光 望向李斯 问他 如果自己死了 他将如何辅佐 扶苏上位 一向能言善变的李斯 也晃了手脚 真是呜半天 说不出名堂 最后秦始皇 将目光望向赵高 赵高 你这么伶俐 不会也慌了手脚吧 也许 你会密布发丧 封锁消息 等回到咸阳 与众臣们议定 谁来接位之后 再做道理 陛下太太高奴臣了 奴臣哪敢乱想 秦始皇终究还是太年轻 他只是说对了一半 赵高确实会密布发丧 但不会和众臣商议 当然这是后话 眼下的赵高 还是唯唯诺诺的 对秦始皇唯唯诺诺 对百姓 那就要重拳出击了 赵高将御寺周边的百姓 全部抓到一起 你是这里当事的 小人是这里的理政 刺客在哪 这些都是本村的乡姐 没有外人 我没说刺客是外人 说话间 士兵地上一堆铁器 这是什么 周边百姓惨遭陆的同时 秦始皇终于登上了泰山之巅 他头戴珠棉 身皮滑袍 手持王剑 脚踩天梯 秦始皇举行风禅大典 他张手拥抱着天地万物 此刻是他个人的朝阳东升 也是帝国的夕阳西下 风禅完毕 秦始皇并没有立即回咸阳 而是来到当年的基下学宫就职 招现天下群儒 朕此番东来 还要办一件事情 那就是要从齐鲁名儒中 领选七十元博士 入宫受职 顿时堆下儒生皆沸腾 这铁饭丸谁不想要啊 一片嘈杂中 只有一个年长的儒生 面无表情 砍破了这背后的一切 话说兴雪 一直是太平盛世的标志 秦始皇此刻招这些儒生入职 教书育人 怕是次要的 真正目的应该只有四个字 粉饰太平 既然你想粉饰太平 那我就制造点混乱 这个表情慧莫如深的儒生 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齐国的博士 如今的天下第一大儒 纯于月 也正是他成为秦王 焚书坑儒的导火索 朕之大秦 已经可以闻到 当年六国宫廷的腐败的味道了 秦始皇又发怒了 这事说来话长 这日奉始皇帝之日 出海寻仙的徐福和儒生二人回来了 此次自海外寻访归来 虽然没有得到长生不死之药 却在海外仙岛上 寻得此仙人留下的归背图一掌 秦始皇望着大乌龟壳 两眼一黑 一个字也不认识 他向身旁博古通金的李斯询问 作为书法家的李斯通晓七国文字 居然也不认识 李斯说不慌 陛下不是刚刚招了七十名博士官吗 上集说到 这七十名博士 是秦始皇泰山风禅回来时 在其地基下学功就职召集的知识分子 为柔者正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儒 淳于月 李斯表示不如把这乌龟壳拿给淳于月研究研究 他的学识十倍于我 定能翻译出其中玄机 李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无心之举 使平静了许久的咸阳 再度动荡起来 数日后 淳于月集结众博士的翻译结果出来了 淳于月让女儿先将翻译结果 呈给公子扶苏看 扶苏看完淳于月等人的论文后 眉头皱了起来 淳于月女儿试探性地问道 这些儒生们的议论 长公子都要转成给皇帝陛下吗 当然 那么皇帝陛下会接受吗 说的有道理的话 我想父皇一定会采纳的 不过在下也听说过这样的话 不可语之言 而语之言 未知诗言 哪些该讲 哪些不该讲 还是请长公子读过之后 再做一番选择吧 与此同时的咸阳宫花园内 秦始皇的侍女绿娘 正在给秦始皇编织绿帽子 这么多集过去了 大家可能忘了这个绿娘是谁了 她就是前几集中 赵高给秦始皇进宪的北地美女 秦始皇曾给予她高度评价 朕总算遇上一个对手了 此刻他正和一个将军 鸳鸯汐水呢 打白天的花园池塘里 鸳鸯汐水也是色胆包天的眉水了 我的贵人 小狼人 二人的放狼行骸 被小太监看到 赵高火速搜捕二人 将军提上裤子不认人 把腿跑了 可怜的绿娘被赵高捆绑 裙子一仙 大行色 咸阳宫内 秦始皇同时收到了两道奏章 一道是赵高上报的绿娘偷汉 一道是扶苏上乘的 鬼背图翻译论文 两件事都让秦始皇大发雷霆 周边侍从街进入寒蝉 唯有赵高上前进言 他说武将犯法属于偶然 但这帮博士的论文绝非偶然 其中定有文章 什么文章 你说 奴臣以为这帮博士上书绝不是自罚的 他们背后定有他人 背后是谁 垂渝月翻译的规备图 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下回揭晓 张狂 欲望 无腻 这个被秦始皇三连骂的男人叫赢成 秦始皇赢政的表哥 早年作为大将军征战六国 立下赫赫战功 成为赢氏宗族的族长 也是整个咸阳所有贵族势力的老大 秦始皇一同六国后 颁布了一道孙恩害贵族根本利益的法令 那就是费分封 李俊县 起初赢成带领贵族们奋起反抗 分封制的舆论风向 一时压过郡县制 结果李俊这个老六 一道阴阳建分封书 成功背赐 李俊 这不是你写的那一篇 是 就是那一篇 李俊 你 感兴趣的可以往前翻一翻解说 看看背赐的整个过程 如今数年过去了 本来不管是人生生涯 还是政治生涯 都行将旧幕的老将军赢成 突然遇到了一个人 希望的火苗又重新点燃了 那个人就是天下第一大儒 淳于月 淳于月作为骑士皇 从骑地基下学宫 请来的七十博士的老大 是个根深蒂固的儒家老顽固 一向重古赋礼 对俊县制神物痛绝 遇到营城可以说是 干柴遇到烈火志同道合 营城为了支持淳于月 全城出资在咸阳 为这些儒生们建了一个文化一条街 那规模气势 已经超过了当年齐国的基下学宫 二人一个资金资助 一个著书鼓吹 很快 咸阳城内费俊县行分锋的风气 又重新刮起来了 分锋还是俊县 双方的支持者逐渐剑拔弩张 但因为支持俊县的始皇帝压着 局面还没被打破 直到方氏徐福和卢生海外寻仙归来 带回一个巨大的乌龟壳 乌龟壳上刻有名文 一般人根本看不懂 秦始皇便交给学士渊博的 秦始博士翻译 这部翻译还好 一翻译掀起轩然大波 规备图的内容居然是预言了秦始皇 舍郡县将导致秦朝灭亡 咱也不知道这规备图上的真意 还是纯玉岳为代表的秦始博士的瞎编 反正在儒生们的不断著书烈言 贵族们的不断上书骂郡县中 全国又掀起了一波分封狂潮 势头之盛 甚至搅黄了秦始皇的生日宴 宴会进行到一半 郡县之的支持者蒲叶周卿尘 照例给秦始皇歌功颂德 周卿尘话一说完 全场寂静 众人面面相去 迎成玩味一笑 见目光传到一边 这酒怎么忽然变味了 变酸了 话刚落音 纯玉岳应是站了出来 臣与周卿尘曾同事一事 至昨日为止还是朋友 但从现在起不是 君子学道一生 当清高淡薄以自重 哪有你这样大言不惨 当面恶意放着 秦始皇剑士出来结尾 表示既然是聚谈议论 那就畅所欲言嘛 你觉得好 我觉得不好 可以辩论 不要搞人身攻击呀 纯玉岳勾手道 陛下 你力经图治 统一天下 确实是一代英主 车同鬼 书同文 统一杜梁衡 气魄功虚 也是史无前例 反正一个字 确实牛逼 然而 肺分封而涉郡县 使子弟功臣 无寸土而为匹夫 臣不敢赞同 为何 子弟功臣 没有封地爵位 可以传承 相辈之心 就难测了 万一国中有大事发生 陛下能持绑谁呢 阴上靠分封 传过六百年 激州靠分封 传过八百年 陛下的银情 废分封 能传多少年 臣 臣要为陛下担忧呢 好啊 今日真是畅所欲言了 朱青还有什么想法 都讲出来吧 陛下 臣有话说 陛下 臣有话说 陛下 一时上届者无数 议论纷纷 整个宴会被搅得一塌糊涂 争吵争激烈 秦始皇起身 勉无表情地说 秦始皇生气了 后果很严重 留给营成和众儒生们的 十日不多了 下一回 伸说坑儒 我们拭目以待吧